Hello,我的家,我是翼王 這次我們來做一下最新一代的DDR5內存 和上一代DDR4內存的對比評測 最近顯卡終於降價了 有很多人也重新開始考慮裝機了 因為酷製車帶性能提升明顯 是目前裝機的首選之一 這時就會碰到要不要上D5上多高頻率的問題 而且這個還涉及到主板的挑選 DDR5內存上市也快半年了 但是因為價格昂貴 顯卡漲價沒人裝機等原因 實際大多數玩家都還沒接觸過這個東西 於是也流傳出了很多的說法 比如DDR5內存要6000頻率 性能才能趕上3000的D4 D5單條就是雙通道等等 這次的視頻應該能解答一些疑惑 這個項目其實我是12代首話評測的時候就定下來的了 結果一直在忙東忙西的拖了好久 現在網上已經有不少評測了 我也糾結過還抽不出視頻的問題 後來想了一下 每個人測試的項目和測重點都會不太一樣 多點數據多點參考 測的測好了為啥不放出來呢對吧 其中關於DDR5的新特性 我之前的12代首話評測中也做過一些概括 網上也已經有非常多的視頻講解了 和測什麼怎麼測沒太大關係 這也就不追述了 大部分新功能落地之後 發現對用戶的影響好像沒有那麼大 比如供電移動到內存條上這件事情 日常使用中基本無感 又比如片上ECC具體穩定了多少 也沒辦法做統計 超頻設置沒調好的話開機之後還是會出錯的 新功能中最值得關注的可能還是單條雙通道的問題 DDR5是從D4時期的一條內存條上面一個64位通道 改成了一條內存上面 是兩個32位子通道 早期版本的CPU在上面 你差兩根DDR5它直接顯示4通道 最新版本已經變成了4x32位了 通道多了但每一條也窄了 這裡之所以值得關注 說來說去還是價格的問題 現在D5依然很貴 假如單條就有雙通道的性能 是不是可以就只裝一條先頂著用 等價價了再插滿呢 所以我們也專門測試了單條DDR5時的性能表現 基本情況介紹完來看看我們的測試配置 首先是選用的內存 DDR5這一邊我們用了頻率為6000C40的 知其幻風紀16x2 它也算是D5初期頻率比較高的內存條了 我們會通過給這一對高頻內存 設置不同的更低的頻率 來測試DDR5在不同頻率下的性能表現 畢竟降頻比大幅超頻要簡單得多 因為工作量的關係 我們挑選了幾個比較典型的頻率來做測試 分別是4800、5600和6000 4800和6000的中間其實應該是5400的 但是JDEC的標準頻率裡面沒有 只有5200和5600 市面上能買到的D5內存條之中 4800基本上是普條裸條就能做到的 5200開始就變馬甲條了 價格要貴的多一點 和5600的差價相對比較接近 而6000則是高端內存 又比5600貴的多一些 所以最後就選擇了這三個檔位 然後作為對手的DDR4內存 則是用了同為芝奇的皇家戟4400C19 也是用它降頻來測試常見的頻率 D4這裡主要是選擇了兩種配置 一個是12代和10代級之前的酷睿能比較容易達到的 C133、C19、262646 另外一個是11代酷睿和瑞隆這邊 因為內存控日系原因而比較合適的經典頻率 3600、C16、C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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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種都是在Gear-1下跑的 可能有人會說這對比不是太公平 DDR5 4100是早期頻率 對應的應該是DDR4 2400 但是問題是 按D4 2400的價格 你買不到同容量的D5 4800 3600、C16的內存滿大街都是 7000、8000頻率的D5那可不是一般用戶買得起的 一對下來可能比CPU加主板多貴 所以最終我們還是選擇了消費導向的對比方式 過來是CPU的選擇 目前同時支持D4和D5內存的 肯定就是12代酷睿的桌面處理器了 這裡用了我們在跑測試時最高端的i9 12900K 遊戲性能也是頂級水平 做這次的測試不會成為瓶頸 有了CPU就要選主板了 因為能帶動i9的板子中 至少我們開始測試時沒有同一塊是能支持兩種內存的 所以這次用了兩塊主板 一塊是ROG的MAXIMUS Z690 HERO是DDR5的 另外一塊是同樣華爾加的Z690P D4 雖然定位有差別 但是它們的供電都是比較強的 不超頻的情況下帶動i9 12900K還是沒問題的 實際測試下來至少在對比內存性能這件事情上面 影響不大,能看出來差距 剩下的零件基本都沿用了我們12代酷睿屏測時的配置 這裡就不詳細說明了 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之前的視頻 操作系統就肯定都是零十一了 那麼趕緊來看一下實際的表現吧 首先是理論帶寬的測試 使用的測試軟件是Ida64 這份成績單可以分開兩個部分來看 第一部分是帶寬 DDR5內存的整體帶寬確實比DDR4高了非常多 單條D5-4800就已經可以達到4000的讀取、3500的寫入 這個帶寬實際已經超過D4-2400雙通道 接近D4-2666C-17雙通道了 不過仔細看的話會發現 帶寬提升的比例其實和頻率提升的比例是相近的 不管是D4還是D5 D5有這麼高的帶寬我感覺主要還是頻率的原因 而不是傳說中的單條雙通道 同時也能發現兩條內存組真正的雙通道之後 帶寬並不是完全翻倍 還是有一點點損失的 這份成績單的第二個部分是延遲 因為高持續和GEAR2的原因 即使是6000頻率的DDR5 延遲還是要比D4-3600高 兩個DDR4設置中 4133那個因為同時還拉高了持續 所以頻率高了延遲也沒有下降 甚至3600C-16的延遲還低丟丟 然後D5單通道延遲其實比雙通道還低點 接下來就直接上應該是最多人關心的遊戲部分 第一款是CSGO 1080P最低預設 結果簡單來說就是D4陣營全面勝利 D5-6000C-40也沒能打過D4-3600C-16 不過這個遊戲就算是D5-4800單通道也能到800幀以上 而D4-3600其實也就差幾十幀 日常遊戲應該是感覺不太出來的 過來我們又測了吃CPU單核性能和內存性能的吃雞 用了常見的1080P三極致設置 結果簡單來說就是D5陣營全面落敗 D4-3600平均能比D5-6000高出5-10幀 兩個D4設置中4133因為時序也拉高了 所以幀數表現和3600非常相近 當內存帶寬達到一定的要求之後 感覺更多看的還是延遲 而延遲這個東西是頻率和時序一起決定的 然後單通道D5-4800受到的幀數影響還是比較明顯的 而高頻D5的單通道影響則比較小 和雙通道對比幀數下降的也不多 第三個遊戲是全戰三國 再一次1080P低畫質 D5-6000雙通道和D4-4133的差距在一幀左右 算是打平吧 這款遊戲中D5單通道同樣也是會受到影響的 D5-4800對比高頻雙通道掉了6.3%左右 其他兩種高頻單通道設置掉的少一點 D5-6000單通道幀數表現 甚至比D5-4800雙通道稍高一點 最後測試的遊戲是比較新的遠庫6還是1080P低畫質 D4雙通道高頻對比D5雙通道高頻多了一兩幀這樣 也勉強算個打平吧 但是這款遊戲中D5單通道受到的影響比較大 D5-4800比D4雙通道高頻低了超過15%的幀數 因為工程量的關係,這一次就只測了這麼多遊戲 算是覆蓋了常見的幾種類型吧 想看更多遊戲測試的可以去看一看51972之前做的 D4 vs D5遊戲的性能評測 它測的非常非常詳細 話說它花了這麼多功夫做的視頻居然只有20萬播放 大家不多給一點支持真的挺打擊積極性的 它測試下來的整體結論和我這邊其實差不多 就是除了個別項目 遊戲這一塊6000出頭的D5還是打不過高頻D4的 再過來我們測試了一些常見的專業軟體 畢竟買電腦的人也不都是拿它來玩遊戲的 首先當然不是我們的老朋友Cynebench 很早之前就已經確定過了 這類主要吃CPU運算的軟體 基本上是不受內存影響的 首先是PUG Bench的Photoshop測試 收到D5整體小贏D4 Photoshop這個軟體看來對內存帶寬還是有一定需求的 不過贏的也不算多 對應的D5單通道則受到了比較大的影響 就算是6000頻率的單通道 還是比D4雙通道少了超過10%的得分 第二個是PUG Bench的Premiere測試 在這個項目中只要是雙通道 就比單通道強不同頻率間似乎差距不大 而且這個軟體隨機性比較大 能看到有一些低頻比高頻成績還好 幾十分的差距都可以算到物超範圍內了 最後就是我們經常跑的Spec Workstation的四個車項目 其中有三個渲染加一個壓縮 總的來說就是D4高頻和D5 6000打平 只有Lux Render之中D4略勝一點點 D5之中單雙通道有影響但比較小 頻率的影響反而感覺大一點 最後的7-Zip因為受到SSD的影響比較大 所以整體差距比較小 好,那麼就來到總結時間了 雖然爆成績非常快,項目看上去不多 但是因為要測試的排列組合比較多 還是超級花時間的 而且每個項目我們基本都要跑兩三次 取最高或者是平均來排除出錯什麼的 看到這裡的同學,記得給一個免費的點贊支持一下 整體測試項目看下來 如果你的電腦主要是買來玩遊戲的 那麼現階段優先選擇高頻低時序的D4就好了 從理論推算來看 起碼要D5-6500打上才能趕上D4-3600C-16 而有專業用途需求 特別是會使用一些明確清楚是吃內存帶寬的軟體的同學 預算充足的話也是可以選擇D5的 當然你看到價格特別有優勢的品牌機 或者是看中了一塊非常喜歡的主板 它只支持D5的話那就沒辦法了 說到底還是看需求和價格 其實D5的遊戲性能這一塊 光看帶寬和延遲的測試就能預知結果了 畢竟HEDT和服務器4通道、6通道、8通道的平台 都是類似的高帶寬、高延遲的情況 如果內存帶寬高遊戲就強 那大家早都去買服務器來玩遊戲了 然後是D5單條雙通道的問題 這個說法感覺還是不太對的 D5它本身頻率就比D4高得多 所以單根也能獲得比較高的帶寬 其實D4時期我也做過類似的測試 單通道D4對遊戲的影響 和這裡D5測得的數據是類似的 所以如果使用D5內存想要比較好的遊戲和專業軟體的體驗 你還是得差兩根 但是像前面說的那樣 有比較好的使用D5的主機或者是主板的話 你只差一根先頂著用 其實也還是可以的 很多項目影響其實也沒有那麼大 何況遊戲主要吃的還是顯卡 那當然推薦盡量上高頻的 另外就先聽說海力士D5顆粒的內存 超頻能力特別的強 4800的裸條也很容易超到6000以上 我已經買了和海力士同集團的科副品牌的內存 到時候來研究一下 如果是真的話 那現階段D5的性價比能被拉高不少 最後當然還是希望D5的價格能早一點下來 頻率能早一點上去 讓大家都能早一點用上最新一代的技術吧 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點贊和評論支持一下 喜歡的順便點一個訂閱 就不會錯過後面的精彩內容了 我是羽王下次再見拜拜